中共媒体宣称的首次人民币结算购买天然气,为何没有提到交易金额? 2023年3月29日,中共媒体同一口径,宣传人民币结算购买天然气,正式揭开了挑战美元地位的货币战。 报道称,3月28日,中海油向法国道达尔能源公司购买6.5万吨LNG液化天然气,资源来自阿联酋,首次使用人民币结算。 中共国2022年进口液化天然气大约6300万吨,可看出此次交易规模非常小,仅占全年进口量的千分之一。 天然气的价格,通常按照美元计价,根据标准波尔全球数据,1月13日的估价为21.772美元百万英热单位。 此次进口相当于交易的能源含量为320万至340万个百万英热单位。 奇怪的是,这次交易没有任何一方提到这笔交易的金额。 按照百万英热单位来计算,此次交易相当于大约7400万美元。 再按照目前的美元对人民币汇率6.88,此次人民币交易金额超过5亿人民币。 中共故意不提交易金额的做法非常诡异。 根据中共国以往购买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的惯例做法,此次交易很可能是中共用超过市场价格一倍甚至两倍的价格购买了液化天然气。 如果公布真实交易价格,会造成舆论哗然。 另一方面,由于美元对人民币的真实汇率是超过6.88的,如果公布了真实交易价格,真实的汇率就能通过交易金额换算出来。 这无疑对汇率操纵国的指控增加了新的佐证,同时也对人民币国际化是一种阻碍。 此次交易,从中共官宣的口吻来看,无疑是宣布正式公开的挑战美元国际地位。 在此之前,根据郭文贵先生的爆料,中共国以多次非公开的使用人民币交易结算石油天然气。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交易是在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完成的,更多细节可以由中方掩盖。 国际贸易需要跨境支付,而此次交易很有可能是使用数字人民币应用跨境支付的尝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